大家好,这里是奇幻五分钟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诡异小镇以杀人为乐,每年大量游客进入却无人出来的故事。 故事开始,三个准备旅游的小伙意外迷路来到快乐村,这里的人开心的围上来,村长也十分的热情,他邀请大家留下参加村里的节日,这时一辆汽车时来,是小美和他的小伙伴, 接着小黑骑着摩托带着女友来到这里,在村民的热情邀请下,大家全部选择了留下来,他们一起来到村里唯一的旅馆,村里的美女和外来的小帅哥聊得火热,那些女客人就有一个村里的美男子接待,小子一眼就看中对方,和他一起相约马厩做运动,美男子拿出布料绑住小子的眼睛,说是要玩刺激的游戏,等他被摘掉眼罩的时候,他的四肢已经绑在四匹马身上,随着男子的一声立下,小子被分尸了, 此时其他人正在享用美食,他们并不知道,食物就是用小子做的,晚上大家都在自己的房间里,小达发现门口有个美女,他邀请对方进屋聊天,美女为小达跳了一支舞,又塞给小达一支管子,以为是饮料的小达直接喝下,然后就被管自己的硫酸融化,第二天村里开始活动,所有的男女被分开,老太带着小黑的女友和小美去沐浴,还给他们换上漂亮的裙子,这时小鹏找到小美,说是你的男友 阿帅在找你,于是小黑的女友被独自留下,村民围着女友在歌在舞,但是他们的表情却很严肃,之后老太拉了一下绳子,女友被从天而降的大铃铛砸死,刚好看见这一幕的小鹏被吓跑,但是很快就被一个村民抓住,两个女人用一根铁棍,把小鹏贯穿,像烤乳猪一样,下午小美他们终于发现有人失踪, 阿帅决定先去找同伴,然后再离开这里,可村长突然带人出现,阿帅不得不抱着他们不会离开村子,之后几人开始寻找同伴,小黑看见了自己女友的身影,追上去后却发现那是一个男人假扮的,紧接着小黑被吉他敲晕,醒来时他也即被绑在一堆棉花上,之后村长开始下令,小黑就这样被磨身雪浆,另一边四眼遇见一个比基尼美女,她色鸣心窍地跟上去,结果就被美女活活咬死, 此时小美走进一个摆满瓶子的房间,瓶子里面都是人的手指,小美也被村民抓住,她和阿帅一起被捆住,村民拿着刀叉围着他们欢呼,村长告诉阿帅,只要你亲手杀死小米,就可以活命,阿帅假装答应下来,她在拿到匕首之后直接将匕首扔向村长,村民被她的行为激怒,但村长开口制止了大家,她要和阿帅单独决斗,而阿帅意外地能打,她挟持了村长,让他们放自己和小美离开, 两人离开后来到警局报警,等他们再次返回快乐村的时候,却发现这里只是一个墓地,里面都是战州,是被屠杀的2001个村民,村长的雕像在最中间立着,他们说的最重要的日子,其实是村民的忌日,阿帅嫌弃地吐了一口口水,然后带着小美骑车离开,她并没有看见路上凭空出现的钢丝,于是两人被切成四部分,之后一个小男孩出现,她拎着两人的头颅离开。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,记得点赞和关注,下期精彩继续。